年轻人好玩却扰人轻梦 有六男三女 凌晨三点多呢 大伙是玩起了酒精路跑游戏 从台东市这个民意街的一家超商 喝到了中美街的另一家超商 那么过程当中是不断地嬉闹喧哗 吵得民众是不得安宁 途中还有人因为不生酒粒 喝醉酒了 躺在地上是大声嚷嚷 说要回家 那么这时有人上前抓起他的双脚 企图将他脱离现场 还有人呢可能也是喝太多了 干脆呢就陪他躺在地上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状况 好的一群人大吵大闹 民众实在受不了报警处理 那么远警抵达时 这一群年轻人呢还在超商前 经过远警劝收之后呢 这一群人才没有继续 那么警方也呼吁民众喝酒容易误事 类似像这样呢玩酒精路跑游戏 不仅扰人安宁 也容易发生违宪 玩游戏呢一定要适可而止